同样的白梯为什么有的看起来自带气质 有的看起来就像小区六弯大爷同款呢 哈喽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哈哈talk 无意过得还好吗 作为一个热衷钻研时尚知识的人 在夏天来临之前呢 我有拼命思考 做什么样的选题分享给我的网络朋友 也就是你们 结果问遍了身边的一大圈朋友 发现大家的关注点竟然是 如何选白梯 能把一件简单的白梯穿出范儿来呢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因为单看的话 它并没有什么抓眼球的地方 但如果穿好了的话 却是非常时髦非常显气质的 那我今天呢就跟大家好好分析一下 如何科学化精准化的 从版型面料质感搭配几个方面 选择一件完美的白梯 节目的最后呢 我也会推荐一些品牌 也希望大家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那一款 首先呢是选择白梯的核心材质 同样的白梯 为什么有的看起来自带气质 有的看起来就像小区六弯大爷同款呢 这里没有六弯大爷不好的意思 只是六弯大爷同款呢 是大家都会比较有画面感的一个style 而且大爷同款呢 经常会有透视的效果 展新的白梯之间呢 说真的一般人是看不出什么差别的 但下过水之后 你会发现有的白梯就只能当做睡衣或者居家服来穿了 一件经久不摔的白梯呢 是要经得起水洗的考验 那大家的白梯都是什么材质呢 不要张口就打 掰下你的水洗标 也许和你想的不一样哦 比如标签上写了100%的全棉 可是全棉呢还要分普通棉和长绒棉 它们两个有什么区别呢 长绒棉的品质要远高于普通棉 更保暖更柔软 摸起来呢会有一些丝绸的光滑感 而且它不容易乞球 那这么多优点它的成本肯定会更高啊 所以长绒棉呢一般都用于非常高档的家访和高档的服装 长绒棉里面呢品质最好的是埃及长绒棉 当然新疆棉呢也是长绒棉 看到新疆棉的标签呢你就知道 选它准没错 唇棉呢吸汗又轻敷 可是它也有自己的缺点 比如说容易皱也容易被染色 或者说有汗字写不掉 穿多了呢也容易变形 所以说一件经久不摔的白梯 还需要一点点锯脂纤维的加持 因为它可以补足唇棉的缺点 抗皱减少变形 那它们两个的比例呢 大概是棉90%到95% 锯脂纤维5%的样子 这样子的面料呢才会更加的强韧 因为它综合了二者的优点 第二个要点 颜色与搭配 一听颜色呢肯定有网友要翻白眼 我仿佛已经看到了弹幕 白梯白梯 除了白色还能有啥选择 对 我说的就是白色的选择 白色呢有肉眼可见的两种色号 象牙白和亮白色 同样的两种白色 象牙白的包容度比亮白色更高 更适合咱们亚洲人的肤色 再往近看呢 象牙白会衬得咱们的眼白更好看 眼神会显得更温柔 不信你们回忆一下 特别会穿的杨才玉 不管是它的衬衫还是白梯 是不是都是温柔的象牙白色呢 除了白梯本身的颜色 还可以利用各种配饰来提升整体的质感 大家知道细节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决定美感 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尤其是夏天配饰还可以增加脸部的光泽感 有光泽感呢就会显高级 尤其是金色和银色 穿白梯的时候呢 因为咱们大量的露出了脖子或者手臂的皮肤 那金色和银色的配饰呢 还可以让手臂和脖子显得更加的纤细 可以是手表 也可以是耳环项链 手链 不管你有什么都可以在白梯上搭配起来 像我自己呢 穿白梯会搭配最多的配饰就是手表 手表呢往往会显出一个人的气质 不一定要多么的昂贵 但一定要有质感 像我自己穿白梯的时候 带的最多的就是这一款Nord Green 这是一个丹麦的牌子 我从官网买的时候呢 他们也是直接从丹麦寄到中国 而且非常快 大概只有三天的时间就可以收到 因为我个人就非常喜欢 北欧这种去凡从简的设计 有一些中性的风格 显得人非常干脸 不管是它的表盘还是包装 都是非常有品味的极简风 白梯呢本来就是一个极简的单品 所以搭配起来的东西一定要简约而有质感 我经常戴这块表 除了我喜欢它的设计之外呢 还有一个原因呢 就是我可以自己在家换表带 你可以买各种颜色的表带 它的后面呢是有这种小扣 换起来非常的轻松 那我穿白梯的时候呢 我就很喜欢换中性休闲风的金属链 那如果穿其他深色的衣服呢 我可以搭配一些白色的皮质表带 完全呢就是按照自己的搭配来 接下来咱们来说轮廓 选择基础款的白梯你会在意哪些元素呢 A 衣服的长度 B 领口的高低 C 白梯的轮廓都不一样的吗 选C的同学呢 左下角请把选费交一下哦 谢谢 我们说到轮廓就是整件衣服给人的第一印象 白梯给人的第一印象呢 一定要是舒展的放松的 一定不能穿得紧紧巴巴 像个精神小伙对吧 那如果不是玩嘻哈呢 对于大部分人来讲 也不能太松松垮垮 否则会显得邋遢压身高 那这个大轮廓的把握主要是看什么呢 那就是衣服的肩宽和肩长 过窄不适合的肩宽呢 会显得整个人过于的逼着 很紧巴 宽松一点的肩宽呢 甚至是落肩袖 就会显得人舒展很多 当下最火的垫肩梯呢 就是把西装的垫肩元素 融入到T恤的设计当中 轻松的解决溜肩和窄肩的苦恼 长度上的选择呢 我推荐刚好过胯的位置 能够让你刚好把衣服扎进裤子里 即使放在外面呢 也不会显得拖沓 当然在夏天呢 给它打个结 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这三种领口的高度 你更喜欢哪一种呢 我自己常常选择 可以露得出锁骨 但不会太宽的领口 这样呢会比较显瘦 尤其对我们大头新人来讲 显头大显头小 真的是我非常care的事情 那过高的领口呢 会显得有闷热感 拘束感 而且也有一点校服的意思 领口过低的话呢 它又会显垮显邋遢 打破了白T作为基础款的特质 另外袖口的强度 如果接近中袖 那我就更喜欢比较扩挺的材质 这里加一个小小的tips 把白T的袖口玩起来 可以大大增加它的扩挺度 显得手臂的线条呢 更加的纤细 最后一个选择点呢 就是品牌 说到这个话题呢 我之前看过一本书 叫做我的100件时尚单品 作者是曾经美国版L的时尚总监 他有提到7个 他最喜欢的白T品牌 这些牌子呢 都是从几十块到上千块不等 他提到的这些品牌呢 咱们不一定买过 也不一定好买 但如果你今天get到了 科学选白T的要点 那选择起来呢 一定会得心应试 另外在配饰方面呢 我是非常推荐 品质和设计都不错的Nordgreen 那我跟他们申请了一个 永久都不会过期的 85折优惠码 哈哈520 这是咱们频道的专属优惠码 我比较推荐大家在官网买 对于一块表来讲 一次还是省的蛮多的 而且我觉得很有意义的一点是 在每块手表的背面呢 都可以找到独一无二的序列号 每卖出一块表 他们都会捐出一部分钱 给慈善机构 那最棒的一点是 你可以直接去他们的官网 决定要把那部分钱 捐给哪一个慈善项目 我觉得这也是一件 非常有意义和社会价值的事情 OK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关注我的朋友都知道 我的穿衣风格比较固定 我对时尚单品的选择呢 也尽量遵循简约大方 less is more的原则 所以基本款呢 可以说是我的本命题 除了白贴呢 还有风衣牛仔裤衬衫 等等百搭单品 如果你们对科学选择 基本款感兴趣的话呢 请疯狂的给我留言 告诉我下期你要看什么 我下期就来更新 OK这里是干货满满的Hotalk 喜欢的朋友呢 不要忘了点赞订阅转发 我们下个视频见咯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